您是 肌炎跟病毒有 有點像對不對 有點像 那它的差別在哪裡 病毒有 就是病毒感染到皮膚所引起的 肌炎呢 跟肌沒有關係 好 肌炎其實就是我們的腳 跟接觸到腳的部分的地板 或是鞋子 摩擦導致著腳質的變厚所產生的 那它變厚的時候可能會往內會侵入到我們的皮膚比較深層的部分 所以有時候踩到地板的時候走路的時候 比較嚴重的時候就會痛 外觀看起來 外觀看起來其實早期有點像 有點像 所以其實我們才門診常常遇到 患者自己本身分不清楚到底是肌炎還是病毒有 但是會有幾個 我這邊可以提供幾個小方法 可以在家裡稍微評估一下 首先可以看一下它的位置 它發生的位置 好 那肌炎因為是跟走路其實是有點關係 所以它發生的位置呢 把我們的腳踩到地板上 你可以發現皮膚接觸到地板那些摩擦點 那地方是肌炎容易的耗發的地方 或是說腳趾頭啊 跟我們的鞋子外側的摩擦地方會出現 病毒有既然是病毒 就不看位置了 只要是腳的每一個角落都有可能會長病毒有 所以第一個 位置是可以讓我們做基本的去分別這兩個部分 如果病毒有它會傳染 那樣子家人會得到嗎 這個機會呢 會有 但是機會其實不高 病毒有其實我們最常見看到的所謂的傳染的部分 其實是在患者自己本身沒有做治療的時候往外擴散 或是呢 有些人會有壞習慣 有些人會去有摳腳皮的壞習慣 那摳一摳呢 原本腳的病毒有 就傳染到手上了 手就長了一顆病毒有 那會不會手摸一摸臉就又跑到臉上 這個機會還是有 但是這個機會又更低了 OK 對 對 對 這樣子講起來 這兩個東西的治療方式會不會不太一樣 治療方法其實某個程度其實有點類似的 最常見在我們門診來做治療病毒有或是肌炎的部分來講的話 冷凍治療是一個很有效的一個方法 但是呢 其實回到我們講的肌炎部分 肌炎不一定要治療啊 肌炎的部分 如果它們走路的部分 沒有造成太大的不舒服的時候 我們不一定說要做一些相對積極的治療 那我們可以用一些有去角質成分的一些藥膏或是藥水 然後叉叉 然後讓肌炎變小 然後走路的時候 不會痛的時候 那其實就大概就是肌炎我們常治療的一個方法 那如果是病毒油 那就不一樣了 因為病毒剛剛提到的 會擴散 會傳染 所以如果你只要放了時間越久 那可能就是第一顆 第二顆 第三顆 越來越多顆 那我們就要花更多的時間 要來去治療它 所以大家如果遇到是病毒油的部分的話 一定要積極去做治療